後來病好了之後 就很認真的 既開了一家麵店 也起了妻子生了子女 三代同堂 就過了非常的幸福 一個改變 屬富民安心之後 就改變了命運 改變病的命運 就改變了一個家庭 她的本質說實在還不錯 她有效型 只是說年輕的時候 學了一些不好的這些行為 舉動 有在那個靈魂的本質裡面算不錯了 來改變她行為之後 就改變她的環境了 我們來談第二點 剛才是談到安 屬富母親安心 第二 一切煩惱待其勞 為之餵 父母親年老了 人老的時候 就很沒有安全感 所以你一定要為父母親 潤勞入念地服務到她 感覺一種慰 很慰藏 很慰急的這種感覺 所以孝行 潤勞入念地服務到她 就是有一個留祖方這個孩子 這個孩子 父母親把她起了一個祖方這個名字 就是重點要給她以後的祖先 能好的名聲流傳下去 叫做祖方 但是她後來也是一樣 她的父親本身是一個金人退休之後 因為當初的薪水也不高 榮民的養家 養家金也不多 要撐起一個家的生計 也是非常的困難 所以我一領的這個退休金處 父親又認真地在外面打拼 後來就發生錯誤 受傷了 受傷呢 這個大腿也骨折了 也不能工作 不能賺錢了 除了這個小孩子才十幾歲而已 為了要照顧父親 母親又是糖尿病 她還要本身她自己要讀夜間部 來照顧這個家庭 她媽媽喜慎是靠著貧窮家庭的那種 那種 那個什麼金啊 那個養 我們政府有個安虎貧窮家庭的安虎金 幾千塊 母親就靠這些錢來洗身 這個過程呢 十幾年的時間 劉主任這個小孩子都是這樣過的 過了很貧窮的家庭 照顧母親的 洗身的這種工作 自己還要讀夜間部 還要照顧父親 後來臨女就到了 將她這個經過 把她報到政府裡面去 後來政府就把她頒了一個獎給她 我們將她的典故拿出來參考給大家知道 在那麼惡劣的環境 就小孩子為了給屬父母親為己安心 小小的年紀可以做到這麼好 不愧是她當初她 父母親把她起了名字叫劉主方 將祖先的好的名聲把她傳達出去 第三我們來談靜 衣食供養 室其食為出靜 存分定性 體溫解寒 衣食奉養 飲食先鑽 體貼老母的溫心接送 我們來談嘉義術 南壇國中一個江傑雄老師 她生活非常的簡單 她這段生活除了上課之外 她幾乎所有的時間內 都以母親為重心 每天早上上課之前 將她的母親送到她的 這要怎麼講 要講說 因為她在都市裡面教書 買了房屋 將她的母親接到 接到她都市的房屋裡面 一家人就生活在一起 她的母親年紀大了 當這些兒子他們去上班之後 她會覺得她會很無聊 就感覺自己生活起來好像有點痛苦 這個江老師知道她的母親是這樣之後 她認為說她應該把她送回鄉下 她的主措 就是她的老故鄉 距離也是幾十公里而已 所以她每天將她的母親送到鄉下 因為鄉下有些鄰居的 這些老人可以聊天 所以她每天早上上班之前 就當母親送到鄉下去 陪她們的鄰居聊天 中午下課就趕快又開回去 用煮飯給她的母親吃 又趕回來上課 晚上下課之後 又趕快回去載她母親 回到都市裡面生活在一起 這個工作她本身做了三十幾年的時間 後來校長知道這件事情之後 就用她整個的經過 承報上去 就是說 江老師 憑著了立即 以言 或母語境 更不 以書會功 甚至教育是一個良心工作 潛心目化 屬她成為家長和學生心目中的好老師 所以江老師的這種 效行不愧是公書兩盲 獲得各項的肯定 也贏得許多的掌聲 所以她得到優良教書的春風獎 模範家庭獎 國際統計會的愛心模範獎 還有嘉義士的效行獎 所以南聯國中的校長葉宇雄 就對江老師的效行感人 話語有方 朱朱順祥 他說江老師的效行 我們學校的 要家庭他的生活倫理道德 可以說江老師是我們一個最活的 一個素材 最後一段我們要來談 雙親怒則不厭留 叫做順 聽命呼喚 順受其死 摘華 罵答 心如願留 要逆來順受 很多當媳婦的 說實在的 真的要忍耐 要練功 因為婆婆罵你沒有錯 你頂嘴婆婆就有錯 他說我不是在保護婆婆 我也是在勉勵當婆婆的人 應該要把媳婦當作自己的女兒一樣 如果能這樣算是很好的 但是既然我們這一段是談到順 我當然要鼓勵當媳婦的人 一定要順 長輩 假設有講到一些 比較不順你不順耳的話 希望你也能接受 能接受 就是順 能安慰 又能靜 順 那你本身做人就成功了 謝謝 謝謝